杰老师 你之前说台股指数先破跌后翻一样 那么已经700点 那接下来呢 David今天会员抠讯有 自己打来问 欢迎头上来到股市最前线 为你邀请到的是 领先趋势掌握未来 华冠头顾高门张高老师 杰老师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特别人大家好 我是David高敏张 今天小周末11月8号星期三 对好快哦 已经一个礼拜过去了 一个礼拜已经过一半了 已经涨700点了 是啊 而且老师更超过的是你的世心 我们这份研究资料 抢赚金融年 先跟大家讲 昨天跟大家讲那个资料 还是有世心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世心已经 3000老师还有世心了 David从2019年以来 每年的资料都会有世心 不缺席哦 我连送放空都有世心 连放空有世心 做都有世心哦 反正方法 以后再讲 那个资商是你赚过的 今天最重要的哦 恭喜全国会员的朋友们 361世心 再创历史新高 现在3000多少 3025 3025 可以 所以已经拿到资料朋友们 如果你有世心的 就按照David的tempo去说 是第一 没有的 你嫌他贵的 请往下看 往下看还有 下面的都是只有零头而已 都很便宜好不好 一张世心可以买 下面好几张 我随便举一档好了 好哦 昨天那份资料第二个族群最后一档 最后一档 你去看他的K线 当然会有朋友已经买好了 他打了几次了吗 连六红 太猛了吧 那一档股票 这份资料的第二个part的最后一档 最后一档 那一档股票 就是从600块升100多块的那一档 真的耶 他跌到110几 他真的是 然后连六红了哦 跌到110几 连六红了哦 今天已经零零了 可以嘛哦 你如果三个半 买110几的 不计不绝呢 不计不绝 一块两层哦 哇 都没有暂停哦 而且没有什么感觉哦 但是暂停哦 快两层了哦 老师他跟家权指数的信心好像 对 而且他后面一定不错 他后面一定不错 所以啊 所以我在说 很多时候啊 你光听David这个节目 常常都可以抓到厉害的标题 真的 打个比方 过去两个礼拜 很多人讲红海对不对 231系红海 红海 连比我们讲 送我都不要 你买其他咖牙 拿纯股来比对不对 他连 债券型ETF都输 都输哦 债券型ETF有知习哦 红海都配那么少 对不对 而且 好了 不多说 我说他如果以个股来比呢 伟创广达随便店 随便都超越他 伟创广达就上去了 今天101的 红海呢 他又超着他 红海怎么还在那儿 他到底那儿 97 对吧 不要买海公公啦 海公公已经 对 就这样 我不好说 不好说 天哪 我反应也太快了吧 哎呀呀呀 品化太坏了 来 老师我们的 市新已经3025了 持续的长大 不急的卖了 而且呢 他今天感觉股价还不止这样 所以 今天问题来了 因为台北股市短短一个礼拜 从上周二 David说会先破底 后翻羊 站上季线 我说不用怕 先连续三天站上季线 是的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呢 除了这份资料 抢赚金融联标股大红包要拿 一定要拿 一定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是 老师 那加权指数 接下来 接下来怎么看 对呀 一定会问 所以你今天拿资料的同时 记得问一下我们线上服务人员 David老师今天早上第一则 抠讯息的时候 是 我有写 我有写一个数字在上面 所以直接把会员的讯息告诉你咯 全国会员朋友们 David很少会在讯息上面写 加权指数 上看哪里吧 有 很少 我这一次有写 有 我看到了 有的 我前两次都没写对不对 没写 因为我知道上去又回来 但我这一次有写 里面有写很清楚的数字给大家 很明确的数字 真的 方向明确 数字也明确 这一次真的 哇 所以 资料先拿 指数对了 股票对了 然后会员讯息呢 今天早上写的 顺便一起分享给你 一起分享 这样有钱又有了 梦拉严小口 对 不然老师每次都叫我们 世新世新 大盘叠不会叠 世新有那么贵 我有没有世新 我那时候还讲说 如果你嫌世新贵 就是2400嘛 对不对 在之前1600嘛 对呀 那去年才590嘛 对呀 就是我来买点 对我讲就是我来买点 不要说买一张嘛 我不是说 100个嘛 100股 你买2400嘛 100股 对不对 花你多少钱 24万 今天呢 哎呦 30万 你有6万 是啊 没错哦 还可以 当时1600的时候 现在快备翻了 对耶 我打标题要改一下 我把他写加500 应该要改加600 加600咯 对对对 我赚得不知不觉的 对呀 真的是 好猛哦 我们赚得比较没感觉了 因为才600而已 才600 才600 之前我们的创意世新 都是直接加1000的 所以老师还不急着卖就对了 至于我急不急着卖 我现在是不急的 我讲过了 你看看 反正大家资料先拿 帮大家问咯 资料先拿 抢赚金融联标股大红包 复迪 David刚才介绍了几档 好玩的标的 是迪 完时第2part的最后一档 说到这个哦 还记不记得上礼拜我讲哦 台北股是第一个发动的族群 是西制裁 就创意世新嘛 是啊 第二个是谁 CPO 所以这份资料里面都有 我觉得最扯的就是那一档 4979的华星光 华星光 都没涨停哦 当然涨不停 他每天都涨耶 他每天涨耶 甚至被关注 而且他已经一个礼拜五分钟一盘了 是哦 连续一个礼拜哦 限盘交易了 那每天去啊 诶还涨不停耶 这很奇怪耶 诶 大家可以理解 David讲的奇怪在哪里 他从120级 对 如果会朋友 你跟我们一起去买120级的 哦 今天是四成耶 哇 今天182了 没有感觉耶 嗯哼 不是脚弱起哦 是你坍得没感觉 因为你 他没在涨停啊 对 当他涨停 他就每天吐嘴了吐嘴了吐嘴了 诶 啊你买120级的朋友 到今天刚好真的就是 四十几趴啦 嗯哼 啊都没有涨停哦 老师那 五分钟一盘哦 看看隔壁的 看谁 你说那个 上拳那个小废物啊 上拳 平话今天才说了耶 他就说 哦 上拳那么废 有种你就给他拉看 对不对 笑你不敢 笑你不敢 我今天回来上班 我每天都来上班 我笑你不敢拉 好好笑 我就说 哦 我是个幼稚鬼 然后我还帮平话站下 我也很幼稚 两个幼稚鬼 哈哈哈哈 就笑你不敢 对 笑你不敢拉 哈哈哈哈 好好笑哦 真的很幼稚 可是你看 为什么会 不是我们故意的吗 不是 啊黄金光 啊黄金光长成这样 强成这样 强成这样 还被关紧 还在上拳拨 不敢拉 哈哈 废 哈哈 不会长的就是废 笑他不敢拉 对不对 对 对 来来来来 老师请你用你的税年功 再税年一下 不会啦 反正资料先拿啦 嗯 这些除了你熟悉的细致财 跟CPO相关的股票之外 嗯 这份资料还放很多 是 也没有到很多啦 一个族群大概三四档而已 哎对哦 然后很多都上去了 你把CPO扣掉 四十才扣掉 真的 对这份资料 已经驱在大半的股票了 驱在大半 所以亲爱的朋友 手评还没有到好朋友们 这次呢赶快要带回去哦 好 今天有吃又有点 对 资料先拿 外加 今天早上 好 会员的第一则讯息 会员讯息 台股上看 多少 什么什么点 哎 多少点 在指数呢 破底在上礼拜之后 老师直接明白地告诉大家 后翻阳 很多人会想 哎 感恩呢 两次顶到了 线都回答了 我是10月31日 那张字卡还在吧 有 还在啊 就是 万圣节吗 有啊 头上插了句子那个 写了成何 你再回头想想 10月31日 当天的K线 长什么样子 是破万六那一天 在这一天 破万六那一天 对 大黑K那一天 所以你看 就在这一天告诉大家 先破底后翻阳 对 先破底后翻阳 你信不信 当下 当下你是觉得 听到你在吵 老师这边一次没过 第二次也没过 啊破底了啊 那老师怎么会说破底翻阳 对啊这一次应该也会再来 好啦想太多 你们又想多了 自己资料先拿 好 David今天早上的会员讯息 是 台股上看多少点 是题 顺便带回家 好哦 一起把它带回去 除了那标股资料之外 免费给 讯息让 让你直接问 好不好 直接问啊 电话拨通打来问就对咯 广告时间一样 留给大家 让他直接问啊 直接问好 不然 没有问什么省事哦 不是啊 已经开放给大家问了嘛 股票已经零四红了 连六红了啦 连四红了太逊了吧 连六红 看隔壁同学 对啊 加油好不好 对加油 好了 这一份之后还有一些好玩的东西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哦 说到这个之前啊 有一件事一定要跟大家讲 什么事啊 最近 又有人 怎么了 在讲那个 明年啊 一月会生息 就在有这样子言论来干扰哦 就某一些外资啊 国外的一些投资专家来讲嘛 一些还没出钱的 然后或者说那个什么联准会的鹰派啊 就对鹰派的一些官员 或者说什么新 什么债券之王啊 这种 讲这个有的没的 羊羊沙沙的 哎呀 其实没有那么难 答案很简单 很简单 我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逻辑 台北股金长是什么 金天长 AI 对 对 广达伟创上去 对对对 好 广达伟创上去之后 很强吗 有涨停吗 没有 没有 它是跌生反弹吧 是 然后再配合细致才创新高 对不对 世新创新高 有 对不对 好 再加上一个东西 今天盘中有拉生计股 对不对 对 合一 是 中天 是 钻石生计 有 好 然后呢 拉上去又举回来 有没有 有的 所以这完全标准 那表示这个盘 根本不会下来 KD姐我讲了吗 我刚刚讲的逻辑是说 强势的属群向西制裁 很强 对不对 这一波最弱的AI 转强 转强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像什么联发科啦 像我们这份资料 给的那些 底部起掌的啦 是 也没努力啊 真的 消分金电子 转强 强 好 那防守型的生计 涨上去之后 因为大家担心 站上机线盘会跌嘛 是 所以它今天转强一天嘛 它又Q回去 按不就丢啊 答案不就只剩一个 那就是涨啊 你看哦 前两天是百花齐放 然后呢 随着时间的推演 我只能跟你说 电子股会比较强啊 电子股慢慢已经超越 甚至超车 当然 一段距离了 当然 所以不容小秋 到底 现在指数来到了 16736 到底会到哪里 它已经 3040了好不好 阿娘喂 录着录着 我就说3025还好嘛 大家应该没有兴趣 想知道 世纪可以到多少钱吧 应该没有人想进去吧 只是我们会员有兴趣而已 你只我们有 对 然后我自己跟会员 好哦好哦 所以呢 除了今天你要来拿这份呢 标股资料之外 红包先拿到手 红包自己来加 抢转金同年 标股资料先拿到手 顺便问一下服务员 问一下 David今天早上第一则讯息 还给我上看多少点 直接明确的告诉你数字哦 要先看那个位置 一定要 那位置到了 我再看看有没有机会 好哦 先到了哪一个战斗 对嘛 在那之前变怀怒 哦 诶在那之前还有一段距离啊老师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啊 是真的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哈 有些的股票 所以这个讯息就重要啦 是的 是的 一样价值千金跟万金 动动手指头免费给哦 资料免费给 顺道来问一下 到底这则会员后续内容 讲的那个数字是什么 好不好 好来 第二段咯 好 欢迎您收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 电话拨通了美 到底呢 老师给大家给会员的早盘讯息是什么 讲的是指数来到了多少 其实我通常早盘的 8点50级的第一个讯息 盘前 我不会去讲家人指数会到哪里 通常啦 但这一次就是因为蛮多人在问David 是啊 是啊 因为有人说上抗万八 年底上抗万八我不知道会来啦 但是 那你先不要看那么远嘛 对 会不会喊早了点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应该是要先到一个位置 然后再来看看一关一关嘛 嗯 这才合理嘛 对对对对 就像上星期二台北股市跌破万六 是 David说先破底 后翻扬 对 我知道很多人当时不信 嗯 那涨700点 回到季线你就信了 信了信了信了 那涨了700点之后 那季线能不能够站得住 三天了吗 对呀 现在你慢慢可以接受季线赞助了吗 可以 David不讲是嘎空吗 对 那下一关咧 到哪里 一万六千九 一万七 一万七千二 一万七千四 嗯 好啦 会员的第一则讯息 都有错 所以今天所有来索取我们这份资料的朋友们 一并给 好 老师那 你都可以问 如果昨天已经拿到的好备 那你多问一下 多问嘛 打个电话再来问 现在电话会很便宜啊 的确 好 我们很简单的告诉你 接下来老师看到什么样子的位置 在还没来之前 强啊 安啊 强啊 强啊 上个礼拜不是带你们去买那个吗 2368金箱店吗 是 金箱店现在你能把金仗 已经 他也没涨停啊 一二三五 五红了 五红了 你看后面朋友们 我们金箱店连五红了 哇 漂亮吗 200 182几的朋友 208 你买18几就好了 两万 二几块钱了 二几了 对啊 莫名其妙 老师 这也快两成了 真的 没什么感觉 是 没有感觉 我不是脚麻了 而是赚得不知不觉 这就是这个盘利太 真的是赚得 让你赚得不知不觉 你没有什么感觉啊 怎么视信已经六百块了 对啊 有时候我自己看 我视信有六百了 我怎么没什么感觉 就六百了 因为之前还挺多 在三百四百五百了 对啊 你看突然 我们在视信已经加六百了 对 没什么感觉 就像这一分之一 里面的股票啊 怎么老师 你节目上怎么不讲 怎么连六红了 他没涨停 我不想讲啊 他没涨停 因为他没涨停 我就不想公开嘛 我哪知道他没涨停 我已经连六红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 反正我买好了 那有这么强 不是这么强 是这个盘很好玩 很故意 真的很调控 他都不涨停 但就是让你回过头 他已经两层三层 回过头一秒 我哪去那么多 四星六百价差咯 这就代表什么 第一个 市场因为前面的修正 没有热 所以股票不容易涨停 那同一个方面代表什么 这后面还有淡距离 还会继续涨 所以这份资料是让你从 今年一路赚到明年 非常有机会 我们一路赚到明年去 所以年还没到 红包就先来了 就还可以啦 先小赚个六百块啦 小赚的六百块是大大大红包 六百块钱的价差 你买个零点一张 一百块 六万啊 也是很好谈的 今年的这一次的年 回头看看 我突然觉得 世新都已经三千了 那创意怎么还在那 创意啊 再看一下创意 创意你动哦 他有动了啦 所以我赚钱耶 因为我上礼拜买一千四的 一千 创意买一千四 一千四百多 世新买两千四百多 不是 那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我 上次一千切的时候 创意有卖 有有有 我不是讲过 那我说 他回到一千四 我应该有兴趣 我不是暗示你们在买吗 我有讲吧 有啦 我节目上公开讲 有啦 我们也该拍 在创高的同时 卖掉之后 那时候一千七 不是跟你讲 很多客户说想卖 好啦 我们三百块会了结 如果真的又回来 一千四我再买 因为我们上次买 一千三百多嘛 然后一千七卖掉嘛 再来回赚 然后这一次 又从一千四百五左右 然后买回来 这一档赚了几百次了 我真的不知道 创意赚得好 真的很多次 每年都玩了好几次 来来回来回 你只要做这一档就够了 其实是蛮够的 其实真的很够 好像股票不要拒 对耶 真的 如果嫌刚刚那些股票太高价 高不可攀 嫌它贵 看它不爽的 知道先拿 因为都是低价股 对 几乎都是低价股 资料没有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低价股 但我还是要先讲 抢赚金融的标股大红包 你不要看David老师 怎么又放创意事情 他们是固定班底 是 这五年来 固定的 都是固定班底 所以不要问我 为什么放这些 因为我就是喜欢这种股票 你看他说不意外吗 不意外吗 高明张这是创意事情 不然要什么股票 五年了啦 David老师 五年了啦 你又创意事情 对我就无聊 我就无趣 但是我们股票确实变股王 而且我老早就给你讲 他会变股王 果不其他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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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 就跟你说吗 很多人说 对不对 某某股票 对不对 当初买太少 等一下要炒 炒得要怎样的 对 我说你看我们这件事情 80块找到3000了 他已经超越信华 我上次跟你们讲这个故事 他才1600 他已经摆脱信华 今年6月 平化跟David录了一个 在办公室哇哇的那个 对对对对 他们还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你觉得你 过去这节目 最后回来的 最可惜的 对 如果有回头一样 最想买什么 世新 然后他们就不懂 老师世新高架鼓 老师你怎么没有讲 2330台积电 没有我是讲世新 是世新 那个影片还在啊 老师我决定不会跟你讲台积电 我说我的是世新 为什么 因为2019年我们口头在80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时候现在1600了 然后呢 你看6月到现在 现在怎样 11月 11月啊 看 才四个月啊 当时 回头一看 又都是眼泪啊 真的 现在3000了啦 要背翻了耶 对耶 是啊 原来我的高架股 买1000都还可以背翻 背翻哦 哇哦 我们的挖哑挖 真的挖到宝了 你看 我怎么那么厉害啊 是不是 恭喜后面 你赚到了 是不是 频道的节目 一定要准时收听了 连挖哑挖 都能够挖宝给大家 资料 赶快拿 自己来拿 万一你们又有下一档 这种奇怪的股票 是啊 那就恭喜你了 你又赚到了 会不会是五年前的 像世新这么 我觉得有一档股票 是很像的 有一档股票 我来猜猜看 但是不可能那么多倍啦 euh 她 不是 哦 她 不是 这个有可能 这有可能 那一次有可能 不會吧 很久很久 然后我觉得 这边的也有机会 这边的也有机会 我来猜猜 clay 所以里面应该会 有 不少股票 就会长倍 天哪 现在还是小数 不然我不会 把它放在里面 真的 你不要想 packed 当时的 世新80块钱 哎율 那時候刺薪八十塊 還要被騎到老爛 什麼KY 對不對 買KY 每次人家想到KY 開慢 境外公司對不對 輸得這樣 說個嘴 我說你講的是真頂吧 因為真頂沒有 他會沒長 然後呢 調回來被人家寫 可是真頂是好公司 我說不一樣 英雄啊 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你就想想看 從2019年 我就被笑到現在啊 DAVY你怎麼賣的酒啦 農家 就是這樣 對耶 是不是 你像 鄉人八十塊 對 現在咧 三千塊啊 我今年跟你講這個故事 四星才一千六 一千六左右 半年 不到半年 六月到現在 五個月之後 五個月啊 不到半年時間 快備翻囉 快備翻囉 已經是千金股 還能夠快備翻 不得了耶 會啦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啊 不要嫌他們貴嘛 我去年請婚朋友們 10月27號 買世西那時候五百九耶 就有人嫌說老師 怎麼每次都叫高價股 你就照顧有錢人 回過頭來看六百 好便宜喔 修啊 這份資料就有這一種 自己拿 千萬不要回過頭來說 老師我好餓喔 來 不要學我啊 半斑血淚啊 半斑血淚死 回頭都是淚 不痛啊 來翻車故事 就給Dave老師做就好了 欸不要這樣 我們也是少賺那一小段而已 也對啦 真是的 我們後面都接起來了 有有有有 有銜接起來 OKOK 強專金龍年 標股大紅帽 裡面除了世新創意之外 還有很多新的寶貝 真的 新鮮貨 香山帶有標股出啊 沒錯沒錯 就等你一起來挖寶囉 那麼另外今天 有來電的好朋友們 加碼 加碼會員訊息 第一則訊息 是 好破底後翻揚之後呢 老師看到哪裡 在那之前悶懷了 問不問他談 想知道的好朋友們 不用在電話波通打來問就對了 節目中呢 再次感謝Dave老師 來到節目當中 OK 謝謝評划 謝謝全國好朋友們 資料趕快拿 加碼 今天早上的第一則會員訊息 YT頻道的好朋友 明天見囉 掰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